車頭被燒到焦黑 但車體還算完整 檢警再次見識 被大火吞噬的遊覽車 找來同意車型的遊覽車做比對 右方是焦黑的車體 左邊則是正常運作的 就是希望能夠找到出事原因 只是仔細瞧 被火燒的遊覽車 左後方的緊急出口 完全沒有被打開的痕跡 恐怕是造成這一起火燒車意外 無人幸免於難的原因之一 遊覽車的緊急出口 如果是像這樣子 有把手在外側 只要按下鈕之後 就可以打開 通常這樣子的設計 最有可能有暗鎖 遊覽車緊急出口 除了能夠從內側打開 也能藉由外側的把手 按下按鈕開啟 再看看被火燒的遊覽車 緊急出口外側確實有把手 推測可由外側開啟 因此專家認為 恐怕車內有暗鎖設計 因為你外面有按鍵可以開啟 所以很容易讓路人都可以開 那你當然就是說 你在裡面 假設性來說 它是那種左右斑的東西 你可能往左斑 它就是鎖起來的 往右斑它門就打開了 遊覽車業者表示 像這一類防止被竊的暗鎖設計 其實很普遍 但正常情況下 車子一發動就得開啟暗鎖 否則警報聲會響個不停 但這一次失事的遊覽車 從一開始緊急出口就沒有被打開過 第一時間衝去救人的國道警察也說 當時曾經試著敲開緊急出口 然而卻打不開 一場大火來得又快又急 26人逃不出來 是否是暗所搞鬼 如果最後證實 業者為了防盜阻礙逃生 26條人命 業者恐怕得負完全責任 記得加上洪正宗台報道